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时二战的炮火尚未停息 人们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呢 联合国宪章的诞生 又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心愿 这个地方呢是红颜的楼 咱们八路均办事处 这是长征到了延安以后 这些泛着岁月光泽的照片 被珍藏了半个多世纪 对于年过八旬的董良辉来说 他们所记录的 也不仅仅是某个珍贵的历史瞬间 也承载着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1945年4月的延安机场 春寒妙俏 站在送行人群中的这位长者 就是董良辉的父亲 董碧武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的董碧武 是中共一大代表 全民族抗战时期 曾组织外国记者团 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 有着极为丰富的对外工作经验 延安机场那个呢 是爸爸到美国去 他是从延安出发 我那时候太小了 四五年我在四岁多 并不知道他是要去哪儿干什么 年幼的董良辉不会想到 父亲的这次远行 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一场 影响世界的重要会议 4月24日 就在董碧武到达旧金山的当天 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内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 谈到战后国际和平安全机构的建立 他特意强调 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 这对于我们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 争取华侨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2年1月1日 中 苏 美 英 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26个国家 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 决心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 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一年后 当战场形势出现战略性扭转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以美 英 苏 中四个大国为中心 建立一个维护战后世界格局的国际组织 维护和平 防止侵略 这个构想中的国际组织就是后来的联合国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国 以全民族抗战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 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应邀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1945年 以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团长 驻英大使顾维军 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慧 驻美大使魏道明 前驻美大使胡适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宜芳 青年党代表李皇 民社党代表张军麦 中共代表董碧武 大公报总编辑胡林为成员的十人代表团 参加致信会议 董碧武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共代表 最开始实际上国民党政府是不愿意有任何其他党派参加了 他想一手包办 但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 同意这个中共的代表和其他的民主党派代表 也参加这个代表团 这一年董碧武已经59岁了 同为代表团成员的著名外交家顾维军在回忆中说 他是中国代表团最年长的 是个读过古书的人 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密 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 这使我颇感惊奇 1945年6月26日 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内 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50个国家的代表 举行签字仪式 北方国宪章的宪定应该说是开启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篇章 二章是一场人类的灾难 特别是这种法西斯或者经国主义 对外的侵略所导致给整个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毁害 所以联合国宪章的前提就是要结束过去不当是二战 甚至整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这种强权政治 按照字母顺序 作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的中国 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来自中国解放区的中共代表董碧武 用毛笔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联合国宪章的签订当中 中国应该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就是在联合国的这个重要的原则里面 它特别强调 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关系 同时要基于公平和国际法的原则 那么这个公平的原则实际上是中国所做出的贡献 在旧金山侨胞的记忆中 国民政府派出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 会议期间住在豪华的旅馆内 拒绝在唐人街演说交流 而年长他近20岁的董碧武 却时常出现在普通的餐馆与华人社区 我父亲到了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宣传我们国内的抗日斗争形势 边区或者是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当时呢 这国民党代表团的这高官呢 他们都不愿意和这个华人华侨 有更多的这个打交道 而董老呢 是借各种机会 就借各种华人华侨的活动 去参加会议去讲演 就扩大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这个也是为后来新中国 这个打的基础 四年之后 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中国在联合国的创始国地位 也行将由新的政府形式 1949年初下 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界代表 第一次围坐在一起 为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 建言献策 9月29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 关于代表提案审查的报告中 郭沫若 李继申等44人联名提出的 请以大会名义 集电联合国 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 成为了人民政协的 第一号提案 而新中国的重返联合国之路 却遭遇了一段异常坦坷 且漫长的艰难历程 1949年11月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致点联合国 要求取消台湾当局 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 此时的联合国 正在美国的操纵之下 西方列强对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敌视态度 两个月后 苏联代表随即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议案 提议由新中国派出代表 行使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职责与权利 提案依然未获通过 苏联代表马利克宣布 在中国台湾代表团被驱逐出联合国之前 苏联将不再参加案例会 以表达抗议与抵制 然而苏联代表团的愤然离奇 却让美国在不经意间获取了一个实施军事干涉的机会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两天后的6月27日 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孤军入侵朝鲜海域领空 同时命令美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 侵占中国领土台湾 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7月7日 趁苏联代表缺席 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决议 集结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军队 以所谓联合国军的名义 武装干涉朝鲜战争 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 位于中朝边境的辽宁安东 吉安 浦门等地 频频遭遇美军飞机风筝 应朝鲜请求 1950年10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巢作战 向着鸭绿江对岸前进 就在全民动员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时刻 新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武修全 突然接到了一项特殊的实力 曾经留学苏联的武修全 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大使 无论是军事指挥还是外交谈判 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 10月23日 按照中共中央部署 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 以任命武修全为大使贤特派代表 乔冠华为顾问 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 讨论中国所提出的 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 这将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第一次亮相 对于代表团成员来说 此次美国之行 无影异常任务艰巨的战斗 武修全后来会议说 我们乘坐的飞机飞领美国上空 老远就看见纽约市区的一片灯光 我们的目的地终于到了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 这里不仅在地理上 而且在政治上 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飞机刚一落地 中国代表团就成为了焦点 很多记者和热爱和平的美国市民 自发地聚集在机场附近 等候着他们的到来 身处异国他乡 这些来自正义与和平的力量 让出道美国的新中国代表团 感到振奋 在联合国会议厅的旁听席上 出现了很多熟悉的中国面孔 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博士 就在旁听席上 从1944年赴美留学 这已是吴仲华离开祖国的第六年 从阿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 吴仲华进入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工作 他所发表的液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 成功解决了二战后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问题 年仅33岁的吴仲华 已是国际科学界赫赫有名的专家 得知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急切听到祖国消息的吴仲华 第一个感到了会场 在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中 吴仲华的发言整整两万字 长达两个小时 按照规定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汉语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之一 中国代表可以直接使用汉语发言 本应受驱逐的台湾当局代表蒋庭福 却用英文为美国辩护 我再一次提醒国外代表 为中国人民所投契的 就是在我面前的 这个国民党 反动传逐代表 真正无权 代表中国 我怀疑 这个发言人 是不是中国人 武修权斥则则说 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 是不是中国人 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 他都不会讲 武修权的桌前摆放着一块醒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坐席标志 虽然当时在座的绝大多数国家 还没有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但是想到 站起来的新中国 早已不是永远宰戈的1895年 武修权的讲话更加充满力量 有报纸评论说 这是联合国会场上第一次听到的中国人民的声音 他们不但代表中国人民 说出中国人民要说的话 而且是用美丽的中华民族的语言表达了它 充满正义的控诉 让美国代表杜勒斯哑口无言 新中国代表团对霸权大国的当面指责与批评 更是引发了会场内外强烈的共鸣 自1950年10月下旬开始 深入朝鲜东西两线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向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 发起第一第二次战役 千敌五万余人 并将其击退至三八线以南地区 让士兵们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 不仅化为了泡影 麦克阿瑟和他的联合国军 前所未有地感到了失败的恐慌 此时在距离朝鲜万里之遥的美国 武修全带领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第二战场 同样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 为防止与中国代表团的再次交锋 美国操纵联合国于12月15日宣布 联合国大会无限期休会 中国代表团宣布启程回国 这次代表团应该反响特别大 当时是全美直播 所以这个影响很大 回国以后 中央来总理见到武修全 那么就跟他说 他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个去联合国的代表 伸张了正义 说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 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 祝贺你许多政公 而就是在旁听了联合国大会后不久 吴仲华博士依然辞去了 待遇优渥的美国航空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并制定了详细的回国计划 为了避免美国政府的阻止 吴仲华与同为工科博士的妻子李敏华 以度假的名义绕到欧洲 辗转回到祖国 由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工程热物与专业 为中国航空航天推进技术与能源利用 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真是抱着一种赤诚的报国之心 回到国家 想着能够尽快地改变我国 积贫积弱的这样一种状况 就是说他开发建立的这些理论 一定要为中国所有所用 他们这样一种科学报国的信念 也的确对我们有深深的印记和影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众多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 纷纷回国 投身于新中国的国防 科技与文化建设 此时由于美国的阻挠 联合国大会有关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 被一再搁置 暂缓讨论 而就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 来自纽约成功护盘联合国的电波 打破了中国外交部的瓶颈 发电人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哈马舍尔德 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文中说 联合国大会请我设法 是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 被中国部队俘获的 十一名联合国军人员 和所有其他人被拘留的 联合国军背负人员获得释放 为此理由 我愿意请问 您是否能在北京接见我 奇怪的是 从五点七分第一封电文发出 到五点十九分 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里 几乎内容相同的电报 竟然连续发了三封 哈马舍尔德的访华请求 为什么会如此破气 他在电报中所谓的被俘人员 究竟又是什么人 按照法律规定 被告人都获得了辩护的权利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 防御外国间谍 使任何国家不可搏夺的权利 只要他们侵入中国领空 进行间谍活动 我国就有权利 把他们加以法律制裁 十一月二十三日 军事审判厅宣布 对这个案件的判决 美国侵略者 就在两周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军事审判厅 特别审理了两起间谍案件 十余名以非法手段 秘密潜入中国东北地区 进行侦查及谍报活动的 美国罪犯被判处监禁 中国政府审讯美国间谍的新闻 很快通过广播传遍了世界 美国向联合国大会紧急提案 要求联合国出面 使这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 在给哈马什尔德的回电中 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 并对他所提及的间谍释放问题 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 周恩来总理 那么明确地在回电里面就指出来 所以联合国的这个做法 实际上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因为这些间谍他不是丈夫 中国完全有权利以法律的方式 自主地给予审判 给予关押 给予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这些国家没有权利来给予干涉 1955年1月5日 哈马什尔德实现了他访华的愿望 这也是联合国 这个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最高行政首脑 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双方的谈谈并不轻松 周恩来风趣地说 我们共同的见解仅如此少 不同的意见却比较多 中方最终没有答应 哈马什尔德释放被扶人员的要求 但是允许美国犯罪分子的家属 可以来中国探望 短短一周的北京之行 哈马什尔德对曾经遥远且陌生的中国 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外交经验丰富的联合国秘书长 他敏锐地意识到 这个饱受战火摧残的东方大国 逐渐远离战争的创伤 而他们捍卫正义与和平的决心 始终未曾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